其实那时候在英杰老师离世前两个星期 我有碰到他 他也是跟我讲 很担心我都没有时间动笔要怎么办 他就讲 没有得展 他的样子就是那样 所以这次后来发生这么不幸的事情 我们就决定帮他做一个小小的 他的作品展 这一系列作品 都是他在学院时期的作品 难怪风格很不一样 那些大幅的 几乎都是他学院时期的作品 那你们就是为什么会选这几幅作品 我们就会选比较色系 比较统一的 毕竟这样呈现出来比较完美 然后这些是学生时代的油画创作 前面的书写就是他近期的 不过如果比较完整的 到实际上他在乐院会有一个 比较完整的个人展 那时候可能 也可以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一定会